讓支持臺民眾黨的朋友們失望 我在這地方還是要表達一個抱歉 聲線政治風暴 重創民眾黨聲譽 民眾黨主席克文哲鞠躬致歉 宣布請假三個月 自寢調查 我還是要向黨請假三個月 自動申請調查 我個人也要好好反省 我到底還能不能帶領臺民眾黨 兩千萬政治現金申報不實 因為外包烏龍 而木可公司金柳怡雲 民眾黨說明雙方合約認知落差 衍生爭議 要求木可規劃一千三百六十萬 民意上木可是科進伴友好公司 但柯文哲自曝 雙邊根本是同一組人馬 贓物爭議延燒 又報說個人民意購買四千三百萬商辦 柯文哲把錯誤歸就在自己買房前沒想清楚 強調是要給黨使用 只是前幾天才說是個人辦公室 之後卻又改口 至於商辦是否從個人資產轉成民眾黨產 柯文哲說不熟悉法律 全部由律師處理 新唐歷史正義豪 劉志穎 台湾台報導